看法是一致的 所以才有机会去受高的 而事实上这种看法 通常都是以真理为大前提 所以在这点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一个技巧 因为无论大家去参与教会 或者参与神的事工 或者一起完成神的异仗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去捕捉到受高者的看法 其实我们就能够以和平共处去完成神的 那个时代的大前提 就是那个异仗 那个方向 记住 在我们完成神的方向 或者受高者所看的方向的时候 如我上次说 有时候我们看到受高者是在才能上不称职的 你只是帮助者 那你就不要骄傲 因为其实技术在全世界都可以锻炼到 但是唯有受高者的话 有时候世上 在历史上尝试过 四百年里面 整个人类历史当中 不会有一个 那你就记得是很珍惜 不是会的城市也有一个 会的教会也有一个 不是 你搞错 历史上尝尝 马尼基书的时代就说过 四百年里面都没有一个 全个人类历史 明白吗 所以你看到不珍惜的人是多傻 是傻得很紧 见关神的受高者而不珍惜 就像伊丽莎的福人一样 他本来是跟做学师 去学做先知 但不珍惜 他反而喜欢这三个 成为一个受高者的身份 所以当我们记住 原来当神的受高者 他有一个看法的时候 他有一个方向的时候 其实我们按照 按照个人的学历 背景 性格 不同类型的人种 还有有不同的智慧 有不同的做法 但其实我们都可以留意 我们在整体意象上 方向上 其实我们是一致的 只不过我们各人 要按照自己的才能 去成为一个贡献者 但相对 好的受高者 又要学一样东西 谁想知道 好的受高者 就要学 懂得善用身边的人才 因为好的受高者 有些真的好的受高者 他的财能真的 是惊天动计的 有些不是每个人 但问题是 有些受高者 他真的纯粹跟一般人不同 他的看法不同 他重视 他重视 他重视神所重视 所以他看到神要看到的东西 所以他只有这些东西 他没有财能 他就应该懂得 引用身边有财能的人 帮他完成他的使命 他的托腐的责 但是历史上很少的人 我说的是很少 于是乎 他们很多时候 迫走他们身边的领袖 导致这些人气馁放弃 甚至这些人跌倒 但是接着会发生什么 谁想知道 可能理想不到 在神眼中 受高者也是最重要 就算他迫走这些人 神兴起另一个去取代 就算受高者不对 他导致那个人 累低了 神有另外兴起一个 因为为什么 就算这些跌倒的人 他们也绝对没有一个 比受高者更有意 就算受高者做得不对 而那些人跌倒 也没有一个能够比受高者更有意 所以神绝对会兴起另一个 当然受高者如果有优质 导致身边的领袖 乐也融融 开心 有好色 感谢主 有一个这样的受高者 简直活在天堂 因为在地球历史上 记住在地球历史上 神从来没有兴起过 会有这些用言存在 是没有兴起过的 每个人都应该是 在劳苦困苦当中 所谓得奖赏 如果你有一个领袖 你应该感谢主 因为随时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 你是有数几个人遇到这样的人 有很多的受高者 其实在历史上 你看这本圣经 你看就算是大卫 他也会杀了客人乌尼亚 他抢了别人的老婆拔是伯 明白 这个就是当时代的受高者 但是神继续被他做皇帝 继续兴起他 明白 他逼死中间自己的一些义人 神也会继续用 为什么 因为就算是这样 大卫都比客人乌尼亚更有意 为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明白 我们不是神 但我们知道神一定是对 我们一定是错 如果你的看法跟神不对 麻烦你去改 因为最后在圆结一生的时候 审判的那个是神不是你 明白吗 我们只能够看事的片面 所以我们要学习神的看法 慢慢去看全面 但永远都记住 历史上大部分神的受高者 很多时候他的财能是不及的 不要轻看他 他没有那样东西 他只有那样东西的看法和方向 学习 和他一致 一起努力做 但历史上记住 我所见过 我所经历过 99.9% 是一些没有夸张的 99.9% 神的受高者 这些领袖 是不懂得与人相处 是不懂得能够在身边 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的社区 跟他那些真的熬的 跟他很多时候会被冤枉 跟他那些很多时候就会跌倒 跟他很多时候 没有多久他们就会消残 明白吗 很少这样的受高者 是懂得全面的 懂得用人的学问 他不会的 正经懂得重视属神的东西 就是这东西最强项 所以我们努力去跟从 你就会得出福 因为实际上记住 就是说 就算那些跌倒的人 其实他们的意义 都是有限的 每个时代都是 但如果记住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受高者的话 努力去做 努力好像在这个磨头的日子 建立CP133 一个共同的社区 因为你记住 当你上到天堂 你发现 可能全世界 根本是很少得几个群体 在历史上是该以共出现的 建立和平共处的社区义 但是受高的社区 是很难的 是非常之难 是很宝贵 所以整本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到 最聪明的方法 就是你有生之年 尋找神的受高者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会受到 记住 就算是那些跟从受高者的人 最后是觉得被冤枉 受高者不完美 后来跌倒 在整个过程当中 在由开始跟受高者 直到他跌倒的过程当中 或者离开受高者的过程当中 他一直是受到不配的祝福 他不配得的保护 他不配得的医治 他不配得的高升 所有都是不配得的 因为超越他 配得的程度给他 任何人和受高者一起 都是一定有这个经历的 所以就算他跌倒 他都不能够怨人 因为所有东西 都是他不配的 大神都会跳过他的缺点 跳过他的弱点去祝福他 所以你记住 如果你在人生当中 寻找到一个受高者 你就很幸福了 因为你可以在人生当中 你就不是以一样 可以用交换的方式 寻找到你人生 你可以足够有余度过人生 受神额外的保护 额外的祝福 额外的高升 额外的知识 甚至是你根本从一生之久 都不会寻找到的真理 你都可能是白白的会赐给你 每一样东西都是 吃果子的级数 这个就是你寻找到受高者 在受高者身边同心 但相对 记住 受高者也是在会的时代当中 不是等于他大了 但是受高者所有不懂得用人 不懂得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社区的受高者 很多时候他们临终的时候 都会吃回自己所杀的母国果子 素罗就是一个例子 大卫也是 会加散人王 他们都有他们 我们要留意的 所以今年神给诗篇133 就是神给我们最后的挑战 记住今年是一个不易做的一年 否则神不会放在今年去提我们 你想想 整卷《圣经》里的诗篇133 是历代历世以来 多少人歌颂 是多少人去读过 多少人背过 但是是给今年 你只想想 是给今年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轻害他 当然不可以 就是给今年的 而我们就在这几个礼拜 我们就在过去这十几个礼拜里面 我们亲眼看见 发生在我们教会的 就是神用诗篇133挑战我们 而提醒我们 你可不可以轻看这篇诗篇 历代历世 这么多千年 这么多人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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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给今年的 所以 对我们是今年一个挑战 对我们两个 是今年我们要重视的 好了 来到今次我们这篇讯息 我想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给大家理解几个历史的个案 因为现在我们在讲诗篇133 我们慢慢引申 这个超频时代 我们将要进入今年开始 我们理解和睦同居 是怎样打开了熟灵的七眼 这个就是后话 你慢慢会理解我们的恩赐 很多这个祝福怎么打开 但是你会看到世界 用他们的方法打开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不信神 哪有可能用到神认可的方法 没有可能的 所以世界好像诗篇第二篇所说的 外邦为什麽争辣 万民为什麽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 神在一同相宜 要敌党耶和华 并他的受高者 所以你看到耶和华 和他的受高者 其实是敌基督的一个眼中钉 也是他们行事为人的一个 最大的指标 攻击的对象 而实际上 你会看到我们所见的 这已经是六十几个灾 全部都是人去尋找他们自己的和平 当然一边被人欺骗的 譬如像全世界的国家 就以为这个就是和平 那边有目的 是建立撒旦的国度 但是也是用人的方法去松开神给我们的限制 用自己的方法去尋找和睦同居 和平相处 但是你会看到 这个是和神的和平相处对比的 但是你会看到 神对国家有审判 也事实上对他们的领袖 都一样审判 我们真的会看到这个时代 譬如像美国那样 我们用六个美国总统给大家看